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破血作瘀了 破血作瘀 那么这个是 这个 他的病机呢主要是瘀血内戒的包工 瘀血内戒包工了 那么这个症状呢 他只提到了是腹痛 只提到腹痛 那么我们根据临床来看 这种产妇啊 一般常常是欧露不禁的 就是欧露呢很少很少 就是他没有出来 而是留置在里面了 欧露很少 那么像这种 如果瘀血不去掉的时候啊 他瘀血很容易化热 那么现在吸收起来是有感染啊 这些 那么可以要引发其他 引发其他的变症了 引发其他变症 所以这个 他治疗呢 就用了比较菌萌的药了 就是大黄啊 陶仁啊 虫类的药 这虫呢 这虫 那么这个 他的症状这个破痛呢 主要是由于啊 浴血在包宫里面包嘛 组织了以后 产生痛 那么这个痛 跟我们前面当 当桂生姜羊肉汤的痛是不一样的 他的跟指食所要散的痛也不一样 他痛呢 肯定啊 更厉害 他这个痛 就聚暗了 不会喜欢你去暗柔了 不会喜欢暗柔 那么 甚至呢 就是 腹部呢 可以摸到硬块一样 那么这种啊 我觉得 一个特点就是他 我们要问病人 恶禄有没有恶禄 啊 这种病人往往恶禄很少 那么 腹痛呢 是聚暗的 腹痛聚暗的 那么 那么 所以他呢 用了这个啊 就是 嗯 破削足余啊 的这些药物啊 破削足余的药物 那么 这个方 啊 用在产后 啊 就是 恶禄不下 啊 恶禄不下 这种腹痛啊 这种腹痛啊 或者呢 就是这个方 呃 临床上 就是有的 就是 有欲瘀 而引起 必经 那么 这种也可以有腹痛的啊 也可以有腹痛 那么可以用在这种 所以他方子后面也写到了 精水不利 也就是说欲经呢 壁子 不来啊 那么腹痛啊 啊 这种情况 可以用 也可以 这方呢 也可以用在包衣不下 也就是生了小孩以后 那个胎盘呢 不是马上 出来了 那么这个也可以用这个方 啊 进行加减 啊 进行加减 那么这个 呃 我们比方说 他呢 啊 呃 呃 我们可以 呃 这里啊 他都是一些破血活血的药物 啊 破血活血的药物 我们适当可以加上一些 理气的药 啊 啊 推 来推动一下啊 啊 临床上 这当加上一些理气药 推动一下 比方说可以加上 木箱啊 啊 加上指壳啊 啊 啊 这种来推动一下 那么用啊 我们治疗血分的这些 啊 方剂里面啊 啊 常常有这种有气的药 啊 是不是啊 你像少妇灼玉湯啊 雪妇灼玉湯里面啊 都有啊 啊 那么气型我这血型了啊 啊 气型这血型 所以 嗯 我觉得呢 可能 再加上 一些啊 理气的药啊 效果呢 会更好啊 或者你加上理气止痛啊 啊 你那个 精灵止伞 也可以啊 精灵止伞 精灵止圆弧啊 既有理 啊 止痛 又有理气啊 这个精灵止伞应该说 理气止痛的效果是蛮好 很多病症上面都可以有 那么我们也可以跟这个下雨血汤 一起用 这样呢 效果啊 啊 效果会更好 啊 那么这个是产后腹痛啊 啊 我们产后腹痛呢 呃 一共提到了这个 就是前面的一个水须有寒的 当归生姜羊肉汤症的 再一个呢 就是指食所要散症 是虚约气质的 那么这里呢 呃 于血内结包公的啊 于血内结包公的这个 呃 那么这个产后腹痛啊 这三三个 我们把它啊 联系起来看一下 这三个啊 啊 腹痛症 产后的腹痛症啊 他们病机不一样啊 啊 像当归生姜羊肉汤症 它是产后虚虚有寒的啊 啊 产后虚虚有寒 指食所要散症 这 它那是产后气血淤症啊 气血流通不畅了 再一个下淤血汤症 它是淤血内结啊 啊 一个是就是一个 那是所欲虚的 两个都是有时的 但是程度上不同 只是所欲伤比较轻一点 而下淤血汤就比较啊 症比较 病症就比较严重了 主要症状来说 虽然都是啊 条文 原文里面都是提的比较简单了啊 都那个 那么像这种 呃 这个 当归生姜羊肉汤症 它呢 腹中是绵绵之痛 啊 喜温安 或者呢 可以有心寒啊 怕冷啊 这种症状啊 可以有这种症状 那么子时少要闪症呢 它呢 腹中是脏痛 啊 痛也痛 但是应该脏啊 脏满 这个感觉也明显的 那么心烦胸满 啊 不得我 下淤血汤症呢 它这个腹痛呢 应该是比较明啊 呃 明显了 小腹 刺痛 巨暗 我刚刚已经提到 就是 子时所要闪症呢 它腹痛 有可能 它因为是气质了 而不是里面有 真正的 是一种气 气呢 暗柔以后它会散的 那么淤血呢 你暗柔以后它啊 不会散 而且了 它是一种时节了 所以应该是巨暗的 那么 或者呢 是有硬块 那么像这个呃 只说 所要闪和下淤血汤啊 可就是有这个 恶路不下的这种啊 或者呢 恶路呢 很少啊 很少 那么治疗 那么治疗 因为不同的病基 所以治疗呢 也不同 像这个呃 说 当贵羊羊羊羊 生姜羊肉湯症来说 她呢 方法呢就是用 养血散寒 温中止痛的方法 啊 用了羊肉这个血热有情制品 那么子时所要散呢 散症呢 它就要 因为是气血瘀制了 所以要破气善解活血止痛 要活血破气 使得气血运行通畅以后 它这个痛 那么这个有瘀血了 下瘀血汤症 它因为是里面有瘀血了 所以呢 它要用破血足瘀 把这个食血去掉 那么可能就用了这个药以后 它可能恶路会增加 然后呢 把这个瘀血去掉以后呢 就会不痛也好了 这个是几个浮痛的 最主要是这三种 下面一个呢 是 瘀血内阶在兼有阳明礼时 瘀血内阶在兼有阳明礼时的 产后七八天 就是产后几天以后了 没有太阳症 就是没有这个外感的这种症状 没有表证 也就是说没有表证了 少腹肩痛 少腹部呢 也痛 这个呢 属于恶路不静 恶路没有清爽 一般恶路呢 就是半个月到二十天之后啊 应该啊 逐渐干净了 那么如果一个月以后还有啊 这也属于不正常 也属于不正常了 那么不大便 不大便也就说明 大便是密集了 凡躁发热 有凡躁有发热 卖呢 为食 其他的卖呢 食 那么就这个卖食呢 不是 前面是为弱啊 这些嘛 是一种虚的卖相 这个是一种食的啊 里面有食的这种卖相了 再发热啊 更加发热啊 日腐食呢 凡躁 这个就是到下午的时候啊 日腐 我们在前面啊 有个日腐所发热 那个是 也是就是一种扬明旺的时候 这个 这个出现这个发热 这个是食病里面啊 是不是 麻兴衣干汤里面有这个发热 那么这个也就是 这个呢 也是啊 扬明 扬明的一种特征 一种特征 不食 饮食呢 也减少了 不想饮食 如果吃了以后啊 出现 沾雨 就是胡言乱语了 那么到晚上呢 他症状 就这个症状减轻 他说呢 用大成其他 热在里 皆在膀胱 他说这个呢 热呢 是在里面 由于里食 产生的这个热 现在膀胱 那么这个膀胱啊 不并不是就是在膀胱里面有啊 食鞋 这个膀胱是泛自下胶 也就是说这个食鞋是在下胶 我们包公也是在下胶了啊 大肠也是在下胶了啊 那么他的症状啊 这里的症状呢 是写的比较多一点了啊 就是他的病机来说应该是产后淤血内阻啊 同时呢 兼有胃肠的结石啊 就是里面胃肠呢 也有食鞋 结在里面 那么他少不兼痛啊 少不兼痛 那么这个都是啊 呃 额露不净啊 他原文里面已经提到了 额露不啊 不净 就是说额露呢 比较少 额露少了以后 他啊 这个额露呢 是就是呃 生产以后应该排除的这种血血液了 那么他留在里面成会成为一种有害的物质了 是成为淤血了 所以他出的比较少 那么停留在里面了 那么成为一种淤血啊 不大便 烦躁发热 日服时发热 烦躁 这些嘛都是一种啊 胃肠有积食啊 有食鸡 积在里面而引起的啊 那么 蘸鱼 他是这个蘸鱼呢 是就是吃了以后啊 产生 那么不吃 他就不想饮食 这个是因为呢 胃肠积食以后啊 气急不利呢 所以胃也不合了 所以不想饮食 吃了以后呢 加重他的啊 里面的胃肠的节日了啊 所以呢 影响到神明啊 加重里面的食鸡啊 影响了 他消化不及了了啊 更增加里面的结石了 所以呢 呃上扰人神明呢 出现蘸鱼啊 出现蘸鱼了啊 那么到晚上以后啊 因为入夜了呢 阴呢 比较啊 啊 啊 那个胜了 那么就可以了 症状了 减轻 减轻 夜呢 晚上呢 所以阴了啊 而且晚上一般都就啊 不饮食啊 那么这个呃 所以蘸鱼呢 也逐渐自止 他指的这个 自夜 这鱼 并不是到晚上 所有的症状都好 是这个就是蘸鱼呢 到晚上呢 会啊 减轻了啊 就也可能就是不蘸鱼了 那不饮食 他就不会出现这个症状了 那么对于又有淤血 又有这个呃 阳鸣礼食啊 那么他治疗呢 就先通大便啊 煎那下淤血啊 煎下淤血 那么用的是这个呃 可以说用大成汽汤啊 用大成汽汤 大成汽汤里面大黄啊 大黄呢 也有活血啊 有去瘀的这个作用啊 大黄也有活血去 所以呢 这个呃 呃 要放了啊 大成汽汤呢 对于这种淤血剑 扬名理是应该啊 比较适合的啊 比较适合 那么对产妇 如果是出现啊 这种淤血也明显 阳鸣这个呃 李时呢 也比较明显的话 这个用大成汽汤呢 呃 是合适的啊 合适的 但是就是要应该注意的 比方说病人呢 大便通畅了 那么恶路呢 增加了 那么这是我们应该就是重病阶止 毕竟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均猛的一个方药啊 均猛的方药 产后呢 毕竟还是啊 体虚的 所以呢 重病阶止 啊 出现就是大便又有通畅 那么我们就啊 呃 应该停止了 那么像这种啊 我们治疗当中处方呢 我们也不会七天啊 十天啊 一般的种啊 三天左右啊 看病人有没有效果啊 有没有效果 那么这个是有浴血又有阳明礼时 我们把吸热通便啊 煎下浴血用大成汽汤啊 用大成汽汤 那么后面呢 就是啊 一种就是产后中风 不是产后啊 虚虚啊 洗中风 前面啊 成因里面已经提到了 就是容易感受风邪了啊 那么后面这几条呢 提到了产后中风 这个呢 中风呢 不是啊 就是那个 是感受风邪了 不是跟一般的中风吗 有区别 跟内科的中风是 啊 有区别的啊 感受风邪 产后中风 时序不 啊 不愈啊 十九不愈的这种 那么这是第一个是产后中风里面 第一个呢 是太阳中风 啊 太阳中风 那么产后风啊 徐志数十日不见 不见 那么也就是说 几十天都没有好 那么有的就是可以从产内啊 生残这个月之以内啊 身残这个月之以内啊 感冒一直都没有清 一直啊 到啊 坐禅以后 一个月以后都还有这些症状 那么就是时间啊 数十日不不结呢 就表示啊 这个这个时序的时间比较长啊 时序的比较比较长了 那么他症状还有哪些呢 那么我们就先就是是不是感受外感的啊 感受风邪了 那么产后嘛 更应该考虑 因为他容易啊 感受外邪了 容易感受外邪了 那么心下闷啊 这个呃 肝氧呢 所谓卫不合了啊 也是卫不合而 胃气上年啊 胃气呢 应该要下降的 胃气上年了 所以呢 就出现肝氧啊 肝氧 那么这个病呢 像 乌寒发热呢 还是啊 邪呢 还在表 也就是说 还是在太阳啊 邪还在太阳 这个虽然日子比较久了啊 但是他这个表症呢 还没有去除啊 表症还没去除 所以呢 我们不应该 只要他这个症状在 我们还是按照他这个症状来啊 进行治疗啊 我们是病与症相机合了啊 产后的病 但是症状有这个 就是太阳表症的症状 我们就还是按照这个症状 那么治疗呢 就用解脊 急去风调和淫味的方法啊 用调和淫味的方法啊 那么用羊蛋汤 那么对于这个羊蛋汤呢 一般都认为是 就是桂枝汤啊 桂枝汤 那么这桂枝汤呢 呃 有的啊 就是也认为好像应该是 桂枝汤 加上黄芹啊 认为是羊蛋汤 因为各注射的啊 一家呢不一样啊 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大部分大部分的都认为还是因为它还是一个太阳表症的所以用桂枝汤呢比较合适的啊比较合适的啊 桂枝汤调和淫味啊这种就是不是有外感一般就是容易感冒啊 这个呃这种呢呃用桂枝汤调和淫味呢也有一定的效果的也有一定的效果 那么这个虽然呢日子久了 但是呢他这个就是呃 阳淡症还在了 这个就是嗯 太阳表症还在 那么仍然应该按照啊这个太阳表症的治疗 那么用桂枝汤啊 用桂枝汤来治疗 这是重啊产后啊太阳表症应该说我们不能啊 拘泥在一个日子久还是日子短 应该考虑到他目前出现的一些症状啊 特别像桂枝汤来说啊他还是比较啊调和淫味比较好的 还是所以应该说不是一种发汗啊不像麻黄汤那么啊 一种啊比较啊俊蒙的药啊 桂枝汤还是应该说是一个平和的啊 比较平和的一个方药 这是太后啊太阳 中风的啊这种情况 那么仍然我们用桂枝汤啊 仍然用桂枝汤 那么下面一个那是阳虚中风 而是 产妇呢是有阳虚的啊有阳虚的 那么他也是发热 感受了风险呢有发热 那么也就是说也是应该是有外邪的 啊也是有外邪的 那么但是呢他本身呢是阳虚的 面正侧啊 面孔呢是那个发热啊 喘还有头痛 喘而头痛 喘而头痛 那么他这个这条的啊 他用的呢是昨夜汤啊 那么虽然是啊以昨夜为君 但是里面还有一些去风的药 比方说各根啊防风啊 这根啊桂枝 那么补须呢他有人身负质啊 那么这个里面 他主要的病基这条的原文来看 他主要的病基呢是产后啊 气血两亏的 气血两亏再感受风险 但是病邪呢虽然在表 但是里面虚 有时候我们身体虚了以后不能够驱邪外错 所以有的人啊就是体质比较虚热感感 外感病啊一直都难好 那么你适当调整一下啊 补一下症气啊 培补一下症气以后呢 他这个病呢就容易啊 痊愈了 比如说我们以前呢就是啊就是有那个 生疏瘾也是就是要补须要去血的啊 浮针去血的一种 那么他这个主要是产后气血两亏啊 一个虚再容易感冒啊 容易感受风邪了 他是感受风险之邪 那么发热头痛 这是表示啊 病邪呢还是在表 由于症气内虚啊 虚这个脸红啊是一种虚扬外跃 啊虚扬外跃的表示啊 虚扬外跃的表示 那么治疗呢 用补正扇邪啊 补正扇邪啊 补正扇邪的 用作业汤啊 作业汤 那么各根啊 柜姿啊 防风啊 都是截表 去风啊 截表去风的啊 里面有 那么作业啊 截梗呢 清热宣废啊 清热宣废 人生父子呢 补气温阳啊 用了父子了 所以说他是阳虚了 啊 这个脸色红呢 是一种虚扬外跃啊 深江大枣呢 是调和淫血啊 调和淫味啊 调和淫味了 那么这个也是一种啊 中风是一种啊 感受风邪 那么应该说 他比我们前面用桂枝汤的 这个感受风邪呢 呃 要来的严重 因为他体质更虚 啊 体质呢 更虚了啊 是一种阳虚的体质了 那么他这个方子后面呢 呃 还有啊 他 我们说他是临床经验的 也是一个总结嘛 啊 经规药理 啊 他后面呢 就是有 呃 加减的 他说景象墙呢 啊 呃 用大副子一枚 啊 本来他方子里就是有副子 但是景象墙接了 那么用副子要更大一点 啊 就是温阳啊 啊 苏经啊 那么这个 呕吐的 有呕 用半下降捏 啊 用半下降捏了 用半下降捏的 啊 用半下降捏 那么他这个方子啊 我们看他里面没有这个发汗的 没有发汗的药啊 啊 但是呢 他说服了药以后呢 要用 药呢 要温温啊 要就是趁热吃下去 然后呢 要试他 要盖起来 使他有点汗错 那么就说明了 这个病呢 表 还是有表证 我们还是呢 这个也是一个应试力道 使他微微汗错以后 使这个 外邪 啊 还是从表而解 啊 不是他呢 这个邪呢 我们不要隐邪 内线了 啊 不要隐邪内线 还是 在外的表现 还是吃他 使他啊 从外而解 啊 从外而解 那么这个里面 他人生父子呢 是 啊 扶正以后呢 就是 呃 补气温阳 能够推动 啊 这个外 啊 呃 这个邪气的外出 啊 能够推动邪气外出 因为有时候 正虚了以后 他没有力量脱邪 所以这里呢 也是当家 因为他是 呃 阳虚了 所以 我们要 给他一种 扶正助养以后 脱邪外出 那么 也要注意 呃 这个就是 也要我们 一种护理上面的 也要注意 使他啊 盖了以后 微微出汗 当然不能哦 使他全身大汗啊 就是微微 全身都有一点汗出以后 那么这个啊 风鞋呢 也随之而去了 啊 风鞋就随之而去 那么这个有的啊 病人比他说 正气比较虚的话啊 我们可以就是 呃 防止他正虚啊 要越脱的情况下呢 有的病人血压比较低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可以啊 先用人声 那么这个人声呢 不是我们一般党声啊 这种呃 太子声啊 要比较好的一种声 那么先把它服务一点生态 然后再吃这个方药啊 再吃这个方药啊 那么这次啊 就是 虽然是中风 但是是啊 痒症气虚弱 比较明显啊 症气虚弱 比较明显 所以它里面呢 有扶症去邪啊 既补症 但是又去邪了啊 嗯 嗯 下面 如指啊 啊 妇人辱中虚啊 妇人辱中虚 凡乱偶年 安中一气 猪皮 猪皮大丸 组织 猪皮大丸 组织 那么这一条条文啊 文字比较少啊 啊 它里面啊 这个 嗯 病因 症状 制法 和方药 啊 都写得很清楚 啊 所以写得很清楚 那么它的原因呢 就是妇人辱中虚 那么对这个辱中啊 有的人认为啊 就是住家 那有的认为就是说 产 做产的里面啊 身体都虚弱啊 这个辱中是指产疏脂 但是也有的人认为呢 就是做产以后 他当然要不乳了 那么不乳呢 乳子去掉嘛 身体就更虚了啊 更虚 那么 总之呢 这个乳中 就应该理解 就是说是在这种产 产疏 就是在月子里面 啊 在月子里 做产 产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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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是 不乳啊 这些都是一种 应该是说一种 血虚的情况 因血虚的情况 那么它症状出现 凡乱 欧年 凡乳呢 主要是由于啊 这个虚热 上扰 神明啊 上干人 神明 哦 你们热 扰于中啊 虚热 再扰中啊 那么为其吃河以后 那么啊 产生这种欧年 那么这个主要是这一条啊 啊 他是用的猪皮大丸呢 主要是 呃 产后虚热 啊 我们上一条呢 是一种阳虚 啊 感受风险 这里呢 是一种虚热啊 这种是一种虚热 那么他用猪皮大丸啊 啊 猪皮大丸 猪皮大丸呢 猪皮呢 就是毛猪那个呢 就是猪乳了 我们现在的猪乳啊 猪乳 石膏 桂枝 甘草 白威 啊 他这个呢 他这里的剂量是按照啊 就是 呃 等份啊 就是这个是一份 这个是两份 这个是七份啊 啊 这样来看 这里一共只是五味药 啊 只有五味药 那他主要的作用呢 就是一种清热降年啊 安中一气 清热降年 安中一气 我们知道猪乳 他是啊 猪乳是 呃 这个 石膏 猪乳跟石膏呢 他有清热的作用啊 清热的作用啊 特别会清味热 白威呢 也是一种清虚热的啊 呃 药物啊 白威呢 是清虚热的一种药药 那么干草 桂枝 干草呢 是干的 桂枝是新的了 新干花气啊 新干化阳的 那么这个呃 方呢 方呢 主要是啊 清热降年 安中一气啊 起到这个作用 那么这个治疗呢 这个方式呢 可以啊 临床用的一种产后发热啊 产后发热 那么所有一种虚热的啊 虚热的 又 跟桂枝汤呢 又有不同了啊 用桂枝汤用 他这个桂枝汤呢 就是一般产后啊 这个有啊 时需的这个啊 太阳中风表症的这种症状 而这里它是虚热啊 是有虚 而且 有内热啊 这种 那么这个 临床上呢 呃 就 可以用在呢 就是一般产后啊 所谓虚的 一种发热 那么我们这个方啊 他我们看他用方里面的特点呢 就是干草特别多 桂枝只有一份 白薇白薇也是一份 一份 甘草呢 用七份啊 甘草用特别多 那么甘草用特别多 它也有桂枝 那么呃 甘草一个就是七份 加上桂枝是一份 那就八份 那么笔石膏诸乳和白薇加起来要凤凉重了 那说明呢 甘草重于这个清凉了 甘草重于清凉了 甘草重于清凉了 那么而且它是做成丸剂 丸剂呢 啊 浮了以后清力的啊 清热的力呢 比较缓啊 啊 慢慢的作用是丸剂就是慢慢的作用啊 啊 啊 起作用 那么呃 补一的力量就加强 用了以后呢 不淡了不能 不上正气 那么有安中一气的作用啊 啊 安中一气的作用 所以这里虽然是清热 但是还有安中一气啊 啊 为主啊 它用桂枝啊 跟这个甘草 和新甘化气啊 新甘化气 再加上一些清热 清虚热的药物啊 啊 共同呢 起到这个清热降烈 按中一气的作用 那么这个是产后虚热啊 啊 发热 那么主要的产后发热呢 有太阳中风的 有阳虚的 还有这里是虚热的 啊 有虚热的 那么最后一条啊 是这个产后下粒 它这个产后下粒 虚节 产后本来就虚了 再下粒以后 那么这个虚上加虚了了 虚上加虚 那么它治疗呢 用白头翁加甘草汤 啊 甘草 厄焦汤 白头翁 这样 啊 这个 甘草厄焦汤 那么这个方 条文也比较简短啊 症状就提到了下粒 是在产后是下粒 那么其他症状没有提出 那么治疗呢 也就提到了这个 嗯 白头翁 加 甘草 厄焦汤 也就是说白头翁汤的基础上 加上甘草 厄焦 那么白头翁汤 啊 大家都知道 是 治疗什么 湿热下粒的 啊 治疗湿热下粒 那么这个产后呢 这个下粒呢 是因为湿热引起的下粒 但是 他下粒的上粒 再加上产后 也是气血不止的 所以 除了要清理生润以外 那么还要养血缓中 啊 养血缓中 那么这个症状很简单 只有下粒了 那么 但是我们从他用白头翁汤 再加上甘草厄焦来说 他呢 应该还有 这个 就是 腹痛 白头翁汤 是湿热下粒啊 湿热下粒 它就应该有什么 下粒浓血 这种症状的了 啊 这种症状 那么有里脊厚重 啊 有里脊厚重 这种湿热下 那么这个产夫呢 也应该有这些症状 啊 他这个下粒也应该有这些症状 那么我们一方面要把它这个啊 湿热去掉 用轻力摄热 那么用白头翁汤 那么 但是它是一个 由于下粒伤症 再加上产后啊 是一个啊 血虚啊 上阴的这个过程了 所以呢 我们还要养血缓中 所以呢 所以呢 在白头翁汤 基础上 再加上干草和鳄椒 啊 干草和鳄椒 鳄椒呢 养血了 干草 补气和中 啊 这样呢 来达到治疗的目的 啊 治疗目的 那么这个方式是用在我们就是产后下粒啊 产后的这个湿热下粒的啊 啊 情况下没有的 那么对于一种阴虚啊 血虚的啊 不是做产的这种啊 人呢 呃 出现下粒 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方 啊 是一种湿热下粒 如果是啊 阴虚血虚的人呢 我们也应该啊 用这个方来治疗啊 用这个方治疗 啊 那么呃 呃 这个呃 呃 产后病 我们开始就是啊 提到了 就是因为产后虚虚啊 啊 伤阴 所以处可以出现静病 淤帽和大便满啊 啊 那么主要症状症状呢 他有啊 啊 这个感受外邪啊 啊 就是中风啊 啊 也有啊 这个肤痛 还有月貌的啊 啊 这个一些变化 那么这一篇里面 我觉得大家主要掌握的 就是一种肤痛啊 啊 这个产后的肤痛的啊 这个治疗 那就是说产后肤痛 应该分虚和实 虚的应该补虚啊 如果是有含的就是当归生姜养肉汤 来进行加减 那么实在啊 可以里面有淤血 可以有阳明实证 那么根据啊 有淤血的 那么有啊 呃 瓶气破血的啊 啊 如果去啊 呃 血呢 只是血呢 只是淤气的 那么我们可以用指示蛇药伞 如果是有淤血内界 比较明显的 恶路呢 不下的 那么这种呢 那么我们一定要用下淤血汤 如果是阳明啊 啊 礼食比较明显的 那么我们也一定要啊 用这个沉气之类 好 谢谢